在上游輪之前,我們就在上海留了兩天 每次回到大陸,國家總會先送一份見面禮給你 沒有了 其實都是第一天,之後都沒事 上海其實是一個很漂亮的城市 而且發展得很快 我上次來是幾年前,已經變了很多 一聲起了幾棟東西 這就是我們住的酒店房間 這是金茂大廈的景色 其中一天,我們就去看東西 看看當地的新樓盤 鳳小姐和我一起之後 除了搭郵輪上癮之外 還喜歡跟她一起到處去看樓 到處去入局 那天就看了四五個新樓盤 基本上一整天 有一個都不錯 但要想一想 始終外地樓,要想清楚才好 其餘的時間做些甚麼呢 當然是吃東西 還用說的嗎 不算早餐,我們只有四餐 所以儘量吃 有一個地方我們很喜歡去的 就是田子坊 它是舊區改建而成的創意特區 裡面有很多小巷 可以給你掃街 買一些手工製品 是很有趣的 但是很多人 比旺角更多 裡面有很多好東西吃 像這個 湖南的臭豆腐 黑色的 沒有香港的那種 那麼臭 但是加上辣醬 少許湯 加上芫荽 真的很好吃 我之前在長沙吃過一次 這個味道真是念念不忘 這間店是很有名的 專食小籠包 所有旅遊雜誌都極力推介 但是相信我 不用來 這裡的小籠包的皮 比我的包皮更厚 這間店真是絕包皮 我這次在上去 還吃了很多好東西 但是在這裡 就不能進入了 都是那句 去我的Instagram 我列明了 吃了哪間餐廳 地址 來到上海 除了吃東西之外 一定要去外灘 看看他們的夜景 如果好天的話 他們的夜景 真是世界首一致 有一個地方 關於上海的夜景 我是特別喜歡的 就是去他們 三棟最高的大廈 在下面看上去 真的很漂亮 OK 我們來煮食 好了 做一個當地的食物 這是在上海 一間很出名的餐廳 叫做滴水洞 是專食一些 雙菜湖南野的 他們有一個菜 叫做孜然骨 很多人都會 故意去吃 我們今天就嘗嘗 在家裡做一做 首先我們要預備了香料包 那裡面有什麼材料呢 有四五片薑 切大塊 厚一點 三棵蒜頭 拍一拍就可以了 兩塊月桂葉 櫃皮 兩塊 拍斷 三粒八角 四條蔥 我們先用根部 其餘的蔥 我們會留住 一會兒會切開 用完 最後還有四粒冰糖 準備一個湯包 我們就把桂皮 八角 月桂葉 還有蔥 也要淋上去 下一個步驟 就是要煮一煮排骨 我們要四分三杯的紹興酒 四分三杯的生抽 這個時候可以加一些湯包 蒜頭薑 然後開火煮沸 到它煮沸 滾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下四粒冰糖 再攪拌均勻 應該是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 煮沸 到它煮沸 煮沸 我們就轉小火 再煮四十五分鐘 四十五分鐘之後 就可以開來看看 排骨 你就可以看到 好像這樣 但還沒得過 我們要關火 蓋上蓋子 再煮多半個小時 肉就會變軟 這個時候我們就準備炒的材料 我們先切一些蔥 四粒蒜頭 剁碎 四條辣椒 也一樣 切到它很碎 薑蓉 大概一湯匙 可以煮到 看你想要多辣 如果想辣一點 可以加多一茶匙的辣椒片 有一點白胡椒粉 我們最後會加進去 最後還有一樣 最重要的材料 就是脂原種子 我們要大概三茶匙 骨頭浸了半個小時 我們就可以把它拿上來 先放涼 到它們沒那麼熱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加兩茶匙的老抽 幫它們上一上色 拌勻 拌勻 拌勻之後 就可以拿去炸 滾油 就可以把骨頭放進去炸 炸一分鐘左右 不用多 目標都是炸脆的表面 可以分開兩批炸 這樣就容易處理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倒一些油 剩下大概三湯匙在鍋裡 再開大火燒熱 再快手拌勻 我們先加了些材料 蒜頭、薑、自然種子、辣椒 那些 再倒一些骨頭 倒一下 整件事大概30秒左右 很快 最後再加上白胡椒粉 和蔥花 這樣就可以了 好,謝謝 謝謝 李彭琳